銅鑼灣磁械劍案 實約一千萬名標 銅鑼灣落黑道借事標集 今天下午1點多發生磁械劍案 閉路電視所見 4名匪徒先後闖入 一開始穿黑色長袖襲衫男子舉槍 自是一名卡奇色襲衫職員 示意他閒近自己 穿藍色運動外套的同檔 令到指向一名女職員 並協持兩位職員做人質 另外兩個匪徒再闖入 將飾櫃裏面的手錶 裝落大袋 隨後逃去 消息指 經初步點算後 被略走約80隻至100隻名標 當中包括盧力士 帕特菲列和愛比標等 損失約一千萬 港島總區重案組 其後到場 封鎖落黑道 接謝飛道一帶進行調查 亦派出警犬隊搜索 追蹤劫匪氣味 標刊對面的玩具當當主楊太 說見到大批穿被彈衣的警員到場 才有劍案 我也不知不審什麼事 OK OK 這樣有沒有聽到妖陽聲 都沒有 都沒有 現場有CCTV拍到劫匪同檔的車 四個劫匪得手後 坐上這輛摺頭車 向告示打到洗走 究竟那支是一支真正手槍 還是一支刺手槍 都是我們的調查標方向指引 我們暫時能夠確定那支槍 是一支真槍 假槍等等 警方會調查劫匪有沒有曾經踩線 正追捕劫匪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下次再見 下次見